好各位伙伴晚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level up竞赛的第17周课程 好那我们的竞赛呢 预计在7月底会结束 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放弃最后的希望 之后呢从现在开始 我知道点数应该从6月跟8月 6月跟7月开始点数会翻倍 所以请大家继续的努力 好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要回到我们B2B的这个行销手册的 第一个讨论到的业别叫做餐厅业 好那这个业别呢 我想它也蛮特别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复习一下 如果你以前有参加过我们那个 赛赛的伙伴 可能你有听过类似的课程 那如果你没有听过这堂课的呢 就今天呢我们可以来重新的来看一下 这个业别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开发 好首先在开发之前呢 当然我们要先来了解这个产业的一个特性 好就像我今天在我的脸书上做的一个分享文一样 各位可以不用有这些所谓的网络专业背景 可是当你要去开发某一个产业的老板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其实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你要了解这个产业在做什么 他们的特色跟他们的需求在哪边 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餐厅业它有哪些需求跟特色呢 如果你手上有行销手册人 你可以打开这一页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如果这个餐厅业它要做网站 当然餐厅的网站要有生动的图片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你这个图片要吸引消费者 你当然要拍一些漂亮的这个食品啊 或者是一些成品的图片放在你的这个网站上 那么当然现在的人都是用 很多人都是用行动装置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搜寻 所以当然你的网站必须要是手机友善的 那餐厅最重要的卖的就是菜单 好我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餐厅啊 在菜单这件事情上面呢都会用一些不是那么方便消费者看的方式 比方说它会把菜单做成PDF档让你下彩 好那这其实看起来就不是很方便 然后PDF档如果在手机里面打开又显得很小 它没办法变成响应式的 好所以菜单呢其实是一家餐厅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好那当然再来它有没有可以做线上的定位啦 甚至于它有没有卖一些餐券啊 还有它的餐厅是不是可以让人家包厂办活动 如果可以的话 它的这个形势力上面有没有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的这个空 用出来可以让人家来做这个 呃那个包厂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好订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当然联络资讯营业时间就不用说 这一定要写的 消费者才知道说怎么打电话跟你定位 或是怎么去询问你的这个呃这个卖的这个菜啊 或者是你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内容 甚至于你的营业时间 好那么当然 当你要去开发这个业别的时候 我们另外要做的一个功课 当然就是你要来看一下 它的在搜寻引擎上排名的位置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要做今天的课程呢 其实我虽然这讲课我已经讲过蛮多次了 但是其实我还是会在每一次讲课之前 再整理一下呃新的资讯 我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餐厅这个业别有趣的地方 当我在做搜寻的时候 我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事情 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好当然再来就是看的评论 好因为其实消费者到你的餐厅去用完餐之后 消费者都会去做一些评论 甚至像现在很多餐厅 他在你用餐结束的时候 他也会邀请你来做评论 好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 你必须要经营的平台就是社群媒体 好社群媒体的部分 然后另外他有没有运用到电子邮件行销 那另外一个呢 呃就是在餐厅这一块上面呢 如何跟我们的这个购物年金来做结合 好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我们的伙伴商店 或是我们的独家带商品 我们都有很多的产品是可以使用 呃介绍给这个餐厅来做购买的 光这个卫生纸 我想各位就知道 永丰云你就可以推荐给他了嘛 好对不对 好那么另外呢 他我刚刚讲过了很多餐厅 他现在为了要增加他的收入来源 他除了在一般用餐时间会卖餐点之外呢 他们在非用餐时间 甚至于在一些假日的时间 他们会额外的去增加一些产品的服务 可以提供一些特定的公司 或是提供一些单位来做包厂活动 甚至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外汇的活动 好所以像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在开发餐厅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几个方向 好那么当然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网络中心提供的就是一个整套的解决方案 其实像昨天呢 晚上我在台北分享的一些课程里面 我有提到 当然有一些网站呢 他可能选择我们最基本的月费640的部分 可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640的网站是没有电子邮件行销这个服务的 也就是我们没有顾客关系管理系统这个商品 这个功能 那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做电子报 电子邮件的行销 那大家都知道我常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一个网站 但是你都不用做广告 这是可能连鬼都找不到你 所以 其实当我们餐厅业者讨论网站的时候呢 你要跟他讨论的不只是网站曝光 也不只是社群媒体行销 而是你必须进一步的跟他讨论 你怎么样用一些 真的能够帮助你推广出去的方法跟工具 来帮助你做广告这一块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电子邮件行销 其实对于这个产业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等一下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国外的餐厅曾经订过位 然后订过位之后到现在 我其实都还会接到他们的电子邮件行销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大家要记得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不是只有某一项产品 好 那我们要用5C的方式来看一下 如果说在餐厅这个页别 你现在要去开发的话 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当然第一个你必须要有名单 好 名单怎么来呢 你可以来看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认识谁是开餐厅的 或是你有没有认识在管理一家餐厅 你有没有认识谁现在正在餐厅工作 你喜欢去哪里吃饭 甚至于你的亲朋好友去哪里吃饭 你有没有认识跟餐厅的上下游 有这个关系的这样子一个名单 好 所以呢 候选人名单呢 各位你还是要去想一下 因为其实在B2B的行销手册里面呢 我们都用不同的行业别来教大家列名单 好 所以这三个月的课上下来 我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去重新整理你现在手上的名单 好像昨天晚上的辅导课程也是一样 我就带大家重新的列名单 你就会发现有些名单你过去可能都没有去注意到 但现在你可以重新来做一个开发 好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在开发名单的时候 你可以思考的几个方向 那么当然名单开发之后呢 一定要再去跟对方联络之前 你一定要做一些现况研究 现况研究就包含我们现在画面上所出现的这一些 有没有出现在Google 它的排名状况怎么样 它的竞争对手目前经营的怎么样 它的网站目前是不是最新的状态 甚至于他们的菜单是不是最新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是PDF档下载还是网页 因为其实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他的菜单 当然第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讲 观看的舒适度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再来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整个网站其实跟SEO跟搜寻引擎优化 是有蛮绝对的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会关系到 他的搜寻引擎优化的这个部分 那么搜寻引擎优化其实就关系到我们的自然排序 好那再来呢就是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餐点 是要在做在上面做宣传的啦 或者是他有没有提供线上定位 有没有使用社群媒体 甚至于他有没有出现在任何的评论排名 好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当你在研究这个产业的时候呢 你能研究收集多少资讯 如果有兴趣的人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今天分享的那篇文章 我觉得那位伙伴他非常成功的地方就是在于 虽然他完全不了解他即将要去接触的这个产业 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他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他去了解那个产业的现况 他甚至于去了解在那个产业里面 什么样资讯是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也是一样 当你要去开发餐厅业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做一些功课 你也要开始去研究 你能收集到多少资讯就去收集 你也可以去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外面吃过饭 你一定在任何一家餐厅吃过饭 有任何一家餐厅他做的这一些行销方式 或是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行销活动 你如果非常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当成是一个聊天的话题 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所讲的 当你在分享竞争对手的方式 的行销方式的时候 你就可以又依照你收集到这些资讯来分享 好 那一样的 我想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餐厅 大型的餐厅也好 或是一些新式的餐厅也好 他们可能都会有考虑要做网站 那各位可能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也会跟你讨论 我到底是要成立一个官网 还是我可以用社群媒体来推广就好了 各位一定有被问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想其实网站跟社群媒体最大差异性还是在于 网站它是可以比较完整的去呈现你这一个餐厅的品牌 甚至于你要推广的一些事情 社群媒体上面呢 它比较像聊天室 就是很多人在上面来来去去 他不一定每天会关注你 他也不一定每天会在意你出了什么特餐 但是你在上面如果跟你的消费者持续的互动 其实社群媒体是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经营的地方 甚至于可以为你的网站去导入流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跟这些业主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告诉他的是 你应该让两个平台能够互相的串联 而且互相的拉抬这个效应 而不是只是去选择一个平台来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一个有效的网站的时候 你的品牌呈现就会非常的清楚 消费者会知道你是谁 那当他在搜寻一些你的餐厅啊餐点啊 你的消费的这个方式啊内容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从网站上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资讯 各位都知道 其实脸书的这个社团当然非常的好用 那粉丝页也可以有非常多的资讯 可是那一些资讯跟那些内容 其实都是比较片段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脸书的贴文是会被 会被往下洗的 就是当你有新的贴文出来的时候 他旧的贴文会被往下洗 所以在脸书里面你要去搜寻一些资料 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 所以你能不能在一个地方去集合你这个网站的 你这个餐厅的资讯 包含你的餐点的价格 你的餐点的特色 甚至于你这家餐厅餐点的精神 各位要知道现在有一些新创的餐厅啊 他们都是有一些所谓的创业精神在里面的 比方说他们会强调他们的食材的新鲜度 他们会强调他们食材是有履历的 甚至于他们是本地的食材对不对 好那么这一些呢 他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呈现在网站上面 而带出他的品牌形象就非常的重要 再来使用者经验 我刚说了 其实消费者很多时候他是上网去搜寻 你有什么样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网站呢 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消费者体验的话 那么很可能他就不想要跟你消费了 我曾经遇过一个餐厅啊 就是在公司附近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网站 如果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跟他聊一聊 他没有他好像没有网站 他就是用脸书在经营 每一次啊 我们同事要聚餐啊 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他的菜单 因为呢 他把他的菜单用图片的方式呈现在社群媒体上 结果呢 我们每次就是要去搜寻菜单的时候都找不到 因为有时候啊 因为我们你知道上班族时间有限 我们就是希望看完菜单之后 直接打电话去定位 顺便告诉他 我们有哪些餐点几点钟要上 所以当我们人到餐厅的时候 餐点就差不多可以上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常常很困扰 就是我找不到那个菜单 非常的麻烦 因为当我用手机在搜寻的时候 我看到都是图片 然后我还要把它拉大 其实蛮麻烦的 所以像这些呢 都是他可不可以透过网站 去提供给他的消费者 一个更好的体验 那比起脸书这边来讲 其实网站他是能够集中这一些重要的资讯 当然为他的现有的这个顾客 或是有这个潜在的顾客 去提供正确的资讯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这个呢 大家再说明一次 就是网站跟社群媒体 他的功能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在跟老板做资讯的时候 你要能够把这两个功能呢 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切割 但是要告诉他 他们没有相对关系 但是有绝对关系 为什么我刚刚讲了 两个平台他本来就应该要能够互通友 因为他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 一定要有这个手机友善 我想现在各行各业 一定要手机友善 你看 每个人其实基本上都是用这个脸书 用手机在搜寻很多资料 像我自己我回到家之后 我不一定会开笔电 但是手机开着 所以我躺在床上 我要搜寻任何资料 我就用手机搜寻 我刚跟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就是 我在家找菜单 因为同事说要聚餐 然后我要找菜单 要打电话去定位的时候 我光在手机上滑那个菜单 滑到我快要晕倒 因为实在很难看 他全部用图片的方式 在脸书上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其实 业主他应该要用消费者的立场 来思考 他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 让他自己的产品跟服务 做一个更完美的呈现 那么手机版的网站 或者是响应式网站 就是必须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 让消费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找到他要的资讯 他很可能就会放弃了 就算有再多人能推荐 当消费者 他在使用这一些工具上 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放弃的状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会面上我们有提到 有40%的人会因为网页 载入太久而放弃该网站 我想40%应该还算保守 现在人基本上 好 根据统计脸书的这个 时间大0.2秒而已 好0.2秒而已 好再来 60%的人呢 比较愿意在行动网站上 行动上网便利的网站购物 我想这个各位都有 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甚至于 60%的人呢 比较愿意再度造访 行动最强化的网站 好所以 这一些都是消费者行为 业主要去了解消费者行为 他才能知道说 到底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能不能产生效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你还是要 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会出现几个搜寻的结果 好这边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做这个功课的一个搜寻的结果 好因为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付费广告位置 好所以当然我就会就这个产业去做搜寻 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怎么搜都搜不到有人买广告 真的非常有趣 所以我只好把这样留下来 这一张呢 就是告诉大家 什么叫付费广告 当你用关键字去搜寻的时候 你在搜寻的结果上面有出现 你刚刚有看到这个绿色的广告标签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有买广告 那你怎么知道他买哪一个关键字的广告呢 就是以你放下去的关键字去搜寻出来的状态 这个网站或是买咖啡豆 这三个字的广告 好所以这边我们有提到 Google广告呢 就像是网路上的告示牌 当你在搜寻字词时 广告就是你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地方 好所以呢 广告呢 它会去match你买的这个关键字的部分 去呈现在网页的 基本上基本上都一定是在第一页 好那我刚刚讲了嘛 我们今天要做餐厅页 所以我用了各式各样不同 有跟餐厅有关的关键字去搜寻 竟然搜不到有人买广告 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好 但是自然排序的部分有没有出现 就有了 好各位可以看到 我现在写的这个图呢 我是用什么关键字去搜寻 我搜寻早午餐东区 我跟各位讲啊 这几个关键字我还蛮常用的 因为有时候要跟朋友约吃饭啊 或是跟同学约吃这个早午餐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搜寻 所以呢 一样的 什么叫本地商家排名 就是当你用关键字搜寻的时候 下面会出现一个搜寻结果的地图 在地图就会显示出离你最近的这一个商家的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截这张图的时候 我人在公司 那公司在台北市的松山区 所以他就会根据我的这个IP位置 我的这个位置呢 去显示离我最近的这个所谓的东区早午餐 这样子的一个搜寻结果 所以餐厅呢 跟各位讲 他呢 其实应该要把握机会去做这样本地商家的名单排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功能呢 是不用浅的 是不用浅的 那商家呢 他可以去登记他的资料 在所谓的Google的本地商家名单里面 那提高他在搜寻结果的出现的频率 我要跟各位再提醒一次哦 如果你对于自然排序这件事情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自然排序 自然排序呢 不是说你一开始做他就会出现在第一面 不可能 他一定是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 累积什么 累积你的网站流量 你的点击率 还有你的 这三件事情呢 是关系到你的自然排序 可不会排在第一页的比较前面的地方 所以自然排序 他其实是要花时间去经营的 他不是说 我今天做完就马上可以出现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今天做完会马上出现的东西叫做关键资广告 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页讲的这个广告的部分 好 那么在排序的地方呢 当然 如果老板呢 他有去申请这个本地商家的这个排序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确定他所key入的资讯呢 他的填入的资讯都是必须要去正确的 如果他的营业时间有所更改 他的价钱有所更改 也请他要记得去做这个更新 好 那么自然排序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是没有在购买任何的广告关键字的情况之下 搜寻引擎根据他的网站内容页面标签跟关键字的一个设定来做一个自然的排序 那么自然排序他相对于广告呢 他是要花时间去累积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算你今天请网络中心所谓搜寻引擎优化的设定 他的这个最终的结果也不可能马上出现 自然排序要做的比较有 你可以看到成效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要超过三到六个月以上的时间 所以他是一个长期经营的部分 而且你的网站内容跟你的网站的图片 其实在时间之内呢 你都要固定的去做一些更新 以提升他的效益 所以只要你在这个搜寻结果上面 看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像我刚刚讲的 我搜寻的关键字就是早午餐东区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他的网页里面有写到这几个字的 他就会把搜寻的结果告诉我 那排在比较前面的呢 我可以跟各位讲 他的本身的这个流量 网页的流量停留率 还有他的网页内容的正确性 一定是比较好的 所以要跟老板讲是 自然排序这件事情一定要做 不是说因为他要花很多时间就不用做 没有 而且你必须要长期的下去做 那只有广告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预算 根据你的行销计划呢 你可以去规划 我可能这一季做广告 下一季不做 我下一季不做广告 再下一季才做 等等的 你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差异性 但是要跟各位讲 搜寻引擎优化是一定要做的 这是一定要做的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对于这些餐饮页来讲 当然你要收集到另外一个资讯 就是评论网站 好 其实各位呢 在台湾我想比较大型的评论网站 国际性的话 大家有听过 大家就是Trip Advisor 那么另外呢 可能在台湾你有听过的一些 比较大的网站 有可能是Mobile01啊 或者是像有一些PTT啦 等等的这一些 可能在这些网站上都可以有看到这些 别人来评价说 我今天去了哪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或是我没有很喜欢 我没有很推荐 好 那么你也可以从这些评论网站上去 搜集你顾客 你现在顾客的境况 甚至于来看一下 他们有没有出现在这些排名上面 那在这些网站上面 大家都在讨论 对于餐饮业或餐厅业 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事情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其实累积评论一个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店里面 在店面里面 很多人 大家都现在应该一定都去过餐厅吃饭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非常多的餐厅 都会邀请他的顾客 来做所谓的线上评论 结账的时候跟你说 你帮我扫一个QR Code 你就会帮我们填一个意见表 你有没有填过呢 我个人有时候是 不是那么喜欢填 所以呢 像我这种客人啊 不爱填评论的啊 商家怎么可以让我填呢 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 只要你填完评论 我们就送你一只冰淇淋 像我这样的客人 我可能加减就会去填一下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这边第二行讲的 你的员工有没有邀请顾客 做线上评论 并且提供小礼物 吸引顾客去做这件事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我去写 我可能觉得很懒 我不想去写 我想吃饱就要走人了 但是你如果告诉我说 你如果填完了话 我送你一只双淇淋 或是我请你吃一只冰淇淋 我可能就会说 好哦 然后我就编试冰淇淋 把这个评论给做完了 对不对 好 人都是这样的 你有一些小小的礼物 去吸引顾客 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 填完评论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要去收集 他的email 为什么 其实顾客呢 很容易忘记你的 所以你怎么样 在顾客离开你的店面之后 你还可以持续的 跟他建立关系 电子邮件行销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要记得 去收集这些顾客的 基本的email的资讯 好 那么 我刚前面跟大家讲了 有非常多的餐饮业 他们都觉得说 我不用做网站 因为我也不用购物车 好 我要跟大家讲 做网站不是为了购物车而已 好 那有需要购物车的人 也不一定 真的要去做一个 非常大的网站 好 这不是绝对性的 我们在做这样的 一个资讯评估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了解 需求在哪边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他用 社群媒体来经营 他的这个宣传 那你也要看一下 他社群媒体 有没有经营的很好 就像我刚刚讲 公司附近的那家餐厅 好 他完全就是靠 社群媒体在经营 可是他贴文的 都很少 有在更新 为什么 我刚刚讲的一样 像我们去订餐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发现过 我们打电话去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有看到你上面 那个图片的菜单 就你知道他的菜单 大概是三年前贴的 那三年前 三年后菜单会不会改 可能会改 所以我们常打去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菜单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我传真给你 我可以跟各位讲 现在还有人在发传真 所以 当你在收集这些资讯的时候 这些资料 你都要把它收集起来 我们是因为在公司 还有传真机 他可以传真 但我问各位 如果只是一般的消费者 谁现在在用传真机 几乎是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跟老板去讨论 就是 对 你可以用很原始的方法 或是用很简单的方法去做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便利性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时代 你没有给消费者一些很方便的方法 消费者他就不想跟你交易了 所以 这一些呢 都是你必须要纳入到咨询这一块上面 去跟老板做讨论的地方 所以在社群媒体这一块一样的 你要去帮他看一下 有没有新的贴文 那目前他在社群媒体上的评价怎么样 好 那Google啦 FB啦 上面都会有人去写评价 甚至于他有没有办一些活动 有没有常常做一些张贴更新的部分 那他有没有跟他消费者 呃 交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现在大家都知道 在脸书的粉丝业经营上面呢 跟你的这个粉丝去交流互动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是自说自话 自己在那边贴 然后底下人就问问题 你都不理他 这也是不行的 好 所以呢 呃 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讲了 其实做网站呢 不是为 只是为了 这个网站应该是 我们要利用网站的一些特性 跟一些工具来做好所谓的网路行销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电子邮件行销这一块 我刚刚有个一开始有跟大家讲的 我曾经在国外的餐厅有订过位置 好 那当然他们手上就我的email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有接到这一些餐厅会寄信给我 我不一定会再回去那边消费 因为我刚刚讲他在国外 但是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再回去 我会不会考虑他 我会啊 因为我记得他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消费者都是善望的 如果老板希望可以持续跟消费者 经营他的关系的话 电子邮件行销就非常的重要 包含最近有哪些特别的节日啊 或者是他最近有哪些特餐上啦 他改了新的菜单啦 他的餐厅重新装潢啊等等 这一些都很值得去发电子邮件行销 让他的这个忠实顾客 或让他的消费者可以知道说 有机会你可以赶快再回来我们的餐厅消费 所以呢 电子邮件行销这件事情呢 真的很多产业都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我们研究完了之后 当然我们就要开始联络我们的这些潜在的对象 那在联络的过程当中呢 千万不要在最忙的时候打电话给他 也就是他在出餐最忙的时候 早餐或午餐或晚餐最忙的时候打给他 假设你要过去跟他见面 请记得避开这些餐厅老板最忙的时候 有可能是平日的下午他们会比较空闲一点 甚至于他如果哪一天呢 有空跟你约在外面 不一定在店里面的时候也可以 当然你的联络的目的跟目标 就是要先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如果他目前没有需求的话 你可以想想你可以怎么样创造所谓的需求 甚至于他现在没有打算做网站 但是他也许有可能想要尽力的去推广他的脸书粉丝页 那你就要去能够联想到 是不是在脸书广告这一块上面 我们也可以帮他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不可以把他带进来 做所谓的15分钟咨询 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了 有非常多的内容跟资讯 都是要在过程当中 你才可以收集出来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有一些餐厅的这个业主的对象呢 你可以联络的对象有可能是守门人 也就是你可能认识的某一些人 他是在这些餐厅上班的 比方说是服务生啊 经理啊 或是管理的人员 好那还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守门人呢 最重要的特性就是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是 他们不是决策者 好那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帮老板把电话挡下来 或是把来推销的人挡下来 也就是你 好所以怎么样让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呢 其实中间的建立关系 跟去了解需求就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你要让你的守门人去感觉到 就是你是在帮他解决问题的 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帮 试着帮他找找看 有没有解决的机会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你的守门人才有可能去帮到你 好所以 第一个我们自己要有礼貌 好你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记得对方的名字 好我想记得对方的名字呢 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尤其在社交礼仪上面 好那当然呢 其实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建立他们的知识 去问一下 老板大概什么时候有空 或是老板什么时候会来等等的 好那老板最近你的想法啦 或者是他现在做生意 遇到了一些问题啦 障碍有哪一些 你也可以跟他聊一聊 尽量的从他这边去 去收集到一些初步的资料 那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很多案件的跟进呢 不会只有一次 他会有非常多次 但是你要记得 每一次你都要从跟进的过程当中 去找到可以再去开发 跟深入了解的地方 那这样子呢 你才会有更多的话题 去跟人家聊天 好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 我想其实有很多伙伴都知道 我们要进行要怎么咨询呢 如果你前面的问题收集 跟中间的联络的过程当中 有持续的去激发老板的想法 来问你问题的话 其实在咨询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比较容易的去整理 这样子一个内容 那你的工作 就是去整合所有的资讯 这个资讯包含 从你自己的第二个步骤 你的研究顾客这一端开始 到老板提供给你的想法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所谓的 我们英文讲的mapping 也就是你可以去看看 他的想法 是不是跟现在很多的大型的餐厅 或著名的业者 他们的做法有没有吻合 没有吻合也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提出 来跟他做讨论 说其实你自己曾经 经历过哪一些服务的方式 你觉得还不错 其实那方式是可以延伸他 让他可以去有机会的去做一些 提升知名度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 餐厅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宣传管道 就是口碑行销 吃过的人如果觉得好吃 他就会推荐人家来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一件事情 你要很能够很清楚的了解 他这个产业可以被推广的方式 有哪一些 那在咨询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能够把这些资讯 收集的更完整更具体 甚至于透过这个过程 持续跟老板建立关系 我们一直在讲建立关系 不是只是喊一个口号而已 建立关系最终的目的是 你要让这个业主可以信任你 当他可以信任你的时候 很多的想法 他会愿意抛出来跟你做讨论 那么这样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提升你的会谈品质 甚至于提升到你 让你这个整个咨询能够产生成效 进而进到销售会谈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完全针对他的技术性问题 来回答他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5C的步骤 他就是一个层层架构的一个方式 把一件事情做完 就进到下一件事 是你要把每一件事情 环环相扣扣起来 让他最后的效益 是产生在我们的销售会谈上面 这样你这件事情做起来 才会最后的有成效 好 那么在我们的四五分钟咨询表里面 大家也不要忘记像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就有伙伴提到说 他就没有要做网站 或是他现在就是想要做社群媒体的部分 那也没有关系 有时候不用太强迫老板 一定要去做所谓的网站 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准备好 他也还没有想好 他也还没有觉得他需要的话 那你又找不出点去创造需求 那也没关系 那就就他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来跟他做讨论 好所以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 数位产品的这个会谈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可以去解答到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刚刚前面讲了 进行咨询这一块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去整合资讯 好那你去回答所有的问题 因为各位要知道 在网络中心这一块上面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你永远会被问到不同的问题 所以呢 你的态度就非常重要 你的态度应该怎么做呢 你就告诉他 对这部分我也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可以帮你写下来 然后等到我们进行小说会谈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确认 讲这样的话呢 并不代表你不专业 反而你很专业 因为你让老板感觉到 你有在听我说话 你有在了解我想要做什么 虽然你现在没办法答复我 但我期待你帮我找到一个 可以回答我问题的人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千万不要先去答应任何的事情 也不要去讨论任何的解决方案 因为你根本还不知道 这是不是他最终的一个想法 你只要确认几件事情 他想要知道什么 他想要解决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就好了 那么却甚至于呢 借此机会来确认一下 在销售会谈的时候呢 决策者会不会出现 让他会谈能够产生期待 好 能够让他们觉得说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 你可能没办法回答我 但是我知道 你会帮我找到人来回答我 所以聚焦在会谈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把他所有的问题整合好 带到会谈里面去 我知道有很多伙伴 其实都还蛮习惯会来问我说 这我们可以做吗 这我们可以做吗 我跟大家讲就是 网站呢 没有做不出来的 只差别在于 你要花多少钱做的问题而已 有一些东西 可能是我们现有的 这个功能就可以做到 有一些部分 可能会需要透过 我们的客制化团队 另外报价来做 所以呢 请大家呢 就是尽量以开放的心态 去了解老板真的问题在哪 然后把所有的问题 先整理起来 再带到会谈里面 去做一个解决 好 那么在结单的时候呢 当然其实 在销售会谈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前面 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如果有必要的话 请记得 跟你的产品专员 在前一天先 你们先约一个时间 先讨论 重点在哪 或者是现在这个案子的问题在哪 那你要怎么样去突破 或是你希望他可以帮你建立 你要建立他在什么地方 帮你去加强说明 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要跟产品专员 密切的合作 因为专业的知识 他们有 那我们手上有的是什么 是我们跟老板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这个案子可以成 呃完成销售的话 你跟产品专员之间的密切合作 就相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讲了 其实 整个网 整个网络中心的产品 除了网站之外呢 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 网站做的好 是很好 但后面的所有的广告行销的部分 如果没有办法跟上来的话 你网站做的再漂亮 真的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你有这个网站 所以首先我刚刚前面说过 搜寻已经优化 有些老板可能会认为说 这要花时间做 这个缓不济集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呢 才是终极 因为呢 搜寻已经优化这一块 你是不用花任何一毛钱的 你就有可能 有机会在搜寻已经的结果 搜寻结果上可以排名很前面 但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讲 它是要靠时间去累积 而且它要做一些正确的设定 所以呢 搜寻已经优化呢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来讲 长期来说 它是必须要做的 那假设它现在是一家新开的餐厅 或者它希望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获得比较多的关注的话 Google关键字广告就要做 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 对不对 我在做这堂课的准备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 哎呀 怎么那么多餐厅都没有在买关键字广告 各位知道我用过多少关键字去搜吗 我用大家最常搜的 比方说 如果今天我要吃港式饮茶 我就写 或者是港式饮茶 日式料理 这些都没有人买 这些都真的都没有人买 超奇妙的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这一块 大家可以引导老板去思考一下 因为广告当然我刚刚讲了 其实有预算限制的业主 他不会一年到头都在做广告 但是你一年当中 你一定要规划几个时间点来做广告 尤其是在一些大节日之前 很可能你都要做这些广告 所以这个部分呢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知道在台湾的餐厅 有很多业者 他们都想要走所谓的冷冻包装 或是走一些可以送货的部分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除此之外呢 他本身店面的经营 跟来客量的增加 其实也是必须要考量到的 那社群媒体管理也是一样的 其实也许在台湾 有一些老板 他并不需要我们帮他做社群媒体管理 但是你可以提醒他 他的小编可能要常常帮他更新 有资讯要在上面常常做更新 其实这个对他们的曝光来讲 其实是有蛮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一样的 网路信誉管理呢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是跟大家说一下 网路信誉管理这个产品呢 我们是不可能去删除人家的负品 任何人都不可能去删除人家的负品 我们也不建议去删除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要讲的是 我知道老板都不喜欢负品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当负品出现的时候 就是老板展现他的态度的时候 也就是他怎么去回应这个负品 其实这个会影响到其他后续潜在消费者 对他的一个观感 好 所以网路信誉管理呢 我们是用SEO的方式呢 来让他把一些不好的负品呢 能够被排在所谓排序的比较后面的地方 好 所以这部分跟大家讲 网路信誉管理不是去删除人家的负品 不是的 是我们会去帮他看一下 有没有哪一些负品 那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会 用SEO的方式来帮他做这样子的一个 排序的一个调整 好 那么再来呢 脸书广告 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部分 其实 有没有网站都可以做脸书广告 好 那我这边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脸书广告它可以推广的 不是只有网站 包含脸书的粉丝页 甚至于APP都可以 好 所以脸书广告的部分 它是比较精准的 它是主动曝光式的 因为我前面以前跟大家讲过 Google关键字广告就是比较被动 也就是我有需要 我才会去搜寻 可是脸书广告是 我没有需要 但是我可能是他潜在对象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出现在我面前 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我想要制止他都没有办法 好 所以脸书广告的部分 也是我觉得老板可以去 思考的地方 他去思考的一个地方 如果他想要增加 他的粉丝页的曝光率 或是他想要增加他粉丝页的一个互动的话 黏着度 其实脸书广告也是他可以考虑的部分 好 那么最后呢 沟通宣传 我就主要了 因为本身我们的网站就已经提供了这样子一个电子邮件行销的工具 那像昨天呢 我在帮大家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跟大家讲到嘛 对 业主 餐厅的业主 他可以只买640的形象网站 非常的便宜 然后呢 就 也没有什么行销工具 好 所以呢 你看他如果买了640的形象网站 然后呢 他是不是可能要买广告 那广告呢 他如果做脸书广告 最便宜的要4800 所以他等于另外要再买4800做广告 但是他如果买了我们2528的这一个 这个月费的话 那各位想想看哦 他除了我们的这个电话客服可以打到宝之外 另外呢 他还可以运用我们的电子邮件行销工具 把他现有的顾客名单汇进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宣传了 而且他不用再花钱 所以各位想 他如果从640升级到2528 然后又有其他的功能 然后又不用暂时还 去买广告的话 其实这对他来讲 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哦 这是昨天 我在帮大家上课的时候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所以 像这一些价格的分析啦 或是价格的拆解 我们都可以去想想看 怎么样的配搭对他会比较好 所以呢 我们在行销手册上 是不是有告诉大家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配套方式 所以你有时候呢 算给老板看 他搞不好就会认为 其实2528比较划算 为什么 他里面就已经内建了 这一些基本的行销工具 如果他手上已经有顾客名单 他立刻就可以做使用了 对吗 好 那么 另外呢 也是要跟大家提醒 其实像这些餐厅业呀 对于我们的 所谓的B2B的服务的 另外一块来讲 当然就是企业之处 这一块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伙伴商店呢 也非常欢迎这一些餐厅业主 来加入成为我们的实体伙伴商店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可以推广的一个 帮他推广的一些方式 好 所以呢 请各位呢 在安排会谈的时候呢 以上我们讲的这些呢 你都可以试不同的情况 做一些不同的组合 然后让老板来了解 到底他经营一家餐厅 除了菜要好吃 环境要整齐 漂亮 然后要可能要有view之外 让吸引人家来 最重要还是他能不能在网路上 做好一些广告宣传的活动 好 所以像这一个画面呢 我们就有告诉大家 当你在安排会谈的时候呢 你可以来确认一下 当初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解决的方式 好 等等的 那像我刚刚讲的 现在各位去看 你会发现真的很多 很多业主 他把菜单做成PDF当 这个对消费者来讲 真的超级难看的 就是超级难去找他的资讯的 然后他如果做成PDF 这个对他的关键字搜寻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尤其是搜寻型优化这一块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好 那么另外呢 我想在 网站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当然就是我们的 实体伙伴商店的部分 你也可以告诉他 我们的招商时间 然后让他来了解 我们的实体伙伴商店 因为我们现在 台湾实体伙伴商店 餐厅这一块 好像现在还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各位呢 也可以推荐一些 好的实体伙伴商店 来给我们的这个 伙伴 我们的这个 伙伴计划的这个部门 好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购物年金的 这个计划 我刚刚讲 其实我们购物年金计划 光卫生纸这一块 各位你就应该可以推荐 他我们的这个 永风雨的部分了 所以购物年金这块 我想各位伙伴一定比我更熟悉 怎么样去推荐 他可以到我们的平台来做一个消费 好所以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在我们的B2B的行销手册里面呢 我们就已经把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 相对应的 你要去了解他们的这个 餐厅业的这一些 所谓的基本元素呢 已经告诉大家了 那么甚至于呢 我刚刚讲了 我们在B2B的手册上 三个不同的配搭 那一样的 我跟各位说 其实在我们推荐这些产品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要算给老板看 假设他买了640 他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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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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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如果买了2528 有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什么什么 所以你算给老板看之后 其实聪明的老板都会知道 2528其实是比较划算的 真的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个不同的配搭方式 那各位呢 其实你做好这样的一个分析的工作 我觉得大致上来讲 老板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 他后面可能还要花多少钱 来做广告等等的 那当然这个跟老板的预算 会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当你在前面跟老板聊天的时候 请记得你就要去了解一下 他的预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甚至于他本身餐厅的获利状况如何 是不是能够应付这一些 所谓的网络行销的这些开销 这一些都是他最后决定 要不要购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那我们的企业支出也是一样 其实在先进回馈这一部分呢 你也可以让老板知道 如果这一些大量的购买 你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买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 可能是可以拿到还不错的先进回馈哦 好 那这就是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餐厅业的这个课程呢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重新的去检查你的餐厅业的名单 然后重新的去联络 甚至于你如果发现 有一些名单是你先前联络过 但你忘记再去联络的 请赶快再回去联络他 好 那我们下礼拜二晚上8点钟的课程 再见哦 拜拜 拜拜